这盘棋讲解是魏延现成 2006年全国相机个人赛 在决赛第一轮 许云川对聂铁文 双方是西安之路对足底炮 这形成一个顺炮棋 那这个棋可以炮8.6 也可以上马 一个比较稳 一个比较凶 上马这个棋就是考验功力 这边的话 黑方始终要威胁他 红方也是浑然不惧 走到这之后 他想足三斤 还来不及 因为红方可以拉他 他得先进边阻才行 红方的质管上 这儿如果你强行冲会怎么样呢 牵住 你再走这个棋 吃掉你 那么你一退 退卧行马要踩鞠 你打过来不让 回马踩双 看住吃完之后呀 这个鞠就危险了 到这儿是跑不到的 所以说这个棋 你直接冲足是不行的 那这儿有可能你会冲边阻 然后找机会的冲三阻 这样的话红方抢先就冲了 你一吃 他这边一踩 这得红方先手呀 黑方不能平炮 否则简单一踩 看着你拱马先手 其实一招上马 反科为主 到这儿的话 你一吃 他一吃 那你一补试 这边就是一个挺门栓 当然你这个棋 如果说要补左试 门工 所以这个棋你不舒服 到这儿你不能走炮 你也不能走去 走去就要丢子 所以要么就踩 要么就这把相吃 到这儿 这个棋呀 我们先看 直接踩的话 那就显得比较笨 打一将 然后这个棋呀 博中炮 这儿你要是吃 人家不给你换 抓炮 炮一走之后过河区 红方的攻势非常猛 黑方子弟呢 被锁住呀 就等着输了 所以这个棋要注意啊 你不能够这么走 那么他最厉害的招法 就是砍相 抢先发难 红方也是接受 这儿的话 双方已经交换 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首先定了中炮 你不舒服 不又是铁门栓 刚才说到了 那不左是 门工还有个炮 所以他先走一个棋核 就是不让你上马反击 对方自然想到的是 飞向出狙 此时红方 拒二平六 给你施压陷阱 你敢出狙 直接铁门栓 憋死了 所以对方这个棋 要小心门弓 还要小心铁门栓 他只能退回 红方到这儿先杀一步 对方出来 那么接下来这个棋 再来一将 你电炮就杀你 你就有劲 然后冲兵 这个棋的主要意思是 引你过来对局 对局上当 马上局势没有杀你 所以对方正常出局 不对 红方再给他来一下 然后一招神龙白尾 下一步上马 瞬间崩盘 所以他手段很多了 你现在进鞭足肯定是 奈何不了他 所以你再想充足 这个速度太慢了 来不及 他最快的速度 就是赶快出局 这是一个反套路 红方如果还要这么走的话 黑方就将就进 你这一走 他吃你绝 你一吃打你一将 你一补是吃你炮 所以你现在踩马来不及 躲开之后 他换掉你 换完之后的话 那这个棋就有意思了 将来 他这个速度比你快 这里 红方寻何局 黑方就下来了 那现在他随时 这一冲鞭足 马上来你就受不了 这边你走到最顽强的招法 他可以退回 将来的话 这边可以破你试 你要对炮的话 踩你炮 最终他看着足 你一冲鞭想上马 他抢先给你换掉 就这个局面 红方缺失相 也是一个输棋 所以的话 这组棋 我们看到 红方强行进攻 是不行的 所以许云川 决定先把鞭掌起来 跟对方抢速度 黑方则是 把鞭掉过来 到这儿是想骗红方 你凭炮打鞭 他砍掉你 四鱼上剑 那不行 拆炮的话 你将来就没有 宪兵踩中足的棋了 因为你没中炮了 所以这个棋 他就先掌起来 这儿主要是 怕对方走这招棋 有这么一个骗招 鞭桌死 那么作为这样的棋的话 对方有可能吃 那这里甩开 就可以吃他炮 然后的话 这个棋你炮还得躲 他现在这棋 随时蹬进去了 到这儿 你要是 敢这么下的话 红方直接吃就行 对方这个棋吃 双方一交换 这儿有一个 鞭八金一 站在捉马 对方如果看的话 那将来还有一个拆炮 硬打底箱 所以这种棋 你要是再冲 直接拍一张 打掉你 无论你打也好吃也罢 他拘往底下一放 所以红方先手再握 这个优势很大 那么可见 黑方到这儿不能拥强 他选择的招法 是足三金 红方则是上马 就说这个棋 你正常冲 他就吃我了 你一吃他一吃 还是针对这个像做文章 那黑方进足换 红方也接受了 换来之后 他这个拘一走开就可以连起双向 不怕你了 那此时红方需要冲兵 又怕对方打向 所以他得需要飞一个才行 那这儿的话 下一步就得冲了 冲完你 是他也可以脱身了 那现在这个棋 黑方他先上 一往过冲 逼得红方不得不冲 然后呢 他打掉 这个棋的意思就是 你不能打局 他穿一将给你换了 所以红方先平局 堵住炮 下一步就打局 黑方则是点局进来 这儿挡住不让 红方甩炮脱身 黑方这个棋就退局拉住 也可以吃相 这样比较稳 红方不适 黑方的话就点局 主要是不让你 局在巷口跟他对局脱身 红方就冲兵要脱身 黑方则是马三进五 钻上来 这个棋 涅腿文走得很凶 徐勇川只能见招下招 吃完之后一打 到这儿的话 红方是炮四平五 避免对方马进来 然后呢 这个棋啊 将军还抽着局 黑方需要补一招 到这儿的话 赶紧把相肥开 不给他打 那接下来这个棋啊 黑方选择招法 是退局回去 为什么要退局呢 因为你不退局 他进局一只马 然后炮把你 中足给打了 等你上马之后 他平局一只马 将军他出来 有个铁门栓反杀 所以到这儿的话 他防患于未然 红方就正常上 黑方这棋堵住 不让上 然后呢 红方这个棋啊 就进局吃马了 黑方撤回之后 非常灵活 红方退局也是拉住 到这儿的话 黑方是进了一步 想去抢这个中兵 红方则是回马看住 黑方就进炮 强行要吃 你一试吃双炮 这个棋凶狠 红方炮我接二 他一打看住了 这时候呢 黑方赶紧上马 到这儿 红方吃掉 黑方吃掉 因为吃着双炮 红方这个时候呢 看着危险 其实他有个炮击 这个棋你要吃的话 打回来一将就很满意了 所以对方这个棋啊 他决定试掉 红方吃了一个狙 黑方这边一狙换双了 到这儿的话 确实有破例 红方知识 那么黑方他挂掉一将 还可以再抽回一个狙 这棋算度深远呀 红方出 黑方一蹬 下掉之后呢 抓着狙 对方则是居入平三 到这儿的话 他是要吃相 此时的话 红方狙吃掉一个鞭足 对方杀了一将 这儿就上 退回 这个时候马三接二 这里因为对方 这个马上不去啊 单式是弱点 所以红方还是比较好下 黑方赶快抢兵 必要守求和 上马之后 这边是赶快上马防守 如果没这个兵 那这棋啊 就比较好下 有一个兵的话 黑方压力非常大 踩着狙 红方顺势给他一将 那这儿落势 然后上马 准备呢卧槽 现在狙一平四是守住 红方一将 黑方也就退回 接下来这个棋啊 马七退八 那么黑方赶紧就上马 红方退狙回来 黑方就上马 咱们看一看 象棋大师啊 如何去守这个局面 黑方他进足 红方就拱兵了 你要吃退狙 抓死马 所以这个棋啊 他有顾棋 所以他没吃 这个棋可能是 错过了一个机会 应该是吃掉 即便你这么走 我这么一看 你将我再过来吃 你都行 感觉好像没起啊 他可能担心 这一将马绕回来 想办法能把这个马抓死 其实呢 这个棋速度还比较慢的 黑方完全可以将他 掌距回去啊 这个棋可下 那么实际上的话 他选择的招法是 马歇进武啊 那这样的话退狙 这边的话吃啊 到这一将 那么现在行这个局面啊 黑方在长桌子 那肯定不行 犯规了 他要变招啊 最终他这个棋要走马 然后这边后方过一个 那黑方再抓 那抓了一下之后呢 不能长爪 怎么办呢 换了个方式啊 到这一抓 那么现在不能挂脚 就看住 然后这个棋啊 顶住 接下来这棋就冲 到这儿他想对掉这个马和棋啊 红方不肯 飞向也是顽强 不让对方马到军四 那么红方他就退了一步啊 黑方这时候就进了一步啊 抓兵啊 红方就拼过来 黑方方中鞠 准备应对鞠啊 红方赶紧退 不肯 踩着鞠就对一步 那么这儿的话 他退回 在捉 那这棋啊 虽然缺个事 黑方守得很顽强 然后呢 这个棋就落 这儿的话冲 然后呢 进足 这边下 这边上 红方肯定还是不愿意对啊 踩足 过来 冰冰过去 到这儿已经冰冰城下了 黑方上马 试图一共带手 红方一抓 黑方退回再也踩 就想把这边抓死 红方则是扛住 黑方这个棋啊 他选择踩鞠 那这边盯住啊 再踩 到这儿的话 红方暂时杀不进去啊 他看住之后啊 准备硬往里走了 红方踩掉兵也是一种选择啊 但是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愿意轻易去换的啊 然后平居过来 看看鞠马有没有冷招啊 这边红方上马也是一个防御 不给黑方马对进武这么一个机会 黑方则是将军啊 下来再将上来 然后他马对进八 想杀红方 红方则是退居回来 看住 而且这边还有吃足 黑方想平居 但是有个向过不来 那么他选择退将啊 但是的话 这个棋 对方可能会进去 他再点将 走这之后呢 他选择一路回马 意思是啊 对方过来再回马踩 把对方这个兵困在这里啊 不让他进去 红方则是平居 不给他利用啊 到这攻守兼备 黑方一将利用他啊 再也将他希望对方上去 红方则是落相了 黑方无功而返啊 选择退回 他主要意思是呀 妙手对居 红方这时候吃马 他来不及啊 黑方到这呀 就简明给换掉了 那换掉之后 这个棋就是一个苦手啊 这个单缺势 能否守住居马冷招呢 黑方啊 先平再说 红方就上 踩着居他吃马 退回啊 到这儿是以退为进啊 对方退一步也是很激进啊 你敢上马给你对居 红方先飞向再上吧 这样你对不到啊 这时候 黑方的正招是巨无品棋啊 对居 即便不能对居 把马顶住 是万无一失啊 临场是吃相 放对方进去 这个棋呢 也可以下 因为他认为 对方最终是要进去的 所以也就不再浪费部署 直接按进去 看能不能赢吧 那咱们就看一下这个棋啊 黑方到底该如何防守啊 到这儿黑方可以考虑飞向 将来的话 在相三进一 他只要啊 守住出林线 那你不能卡向眼 破不了双向 他居随时啊 左右风源 变马腿就行了 这个棋里居马 是很难用到的 即便你把尸抓掉 也不行啊 但是临场的话 这个规律很难发现 他选择招法 是直接补试 这其实就是败招啊 让红方居座花心啊 对方就要输 那么他出去之后啊 这边是马四进二 这招棋啊 应该来说 精准走法是马四进三 但是临场啊 确实不容易把握这个棋 连这个比赛规则都是啊 这个五十回合之内 不赤子叛合 这个拘马对拘双向啊 没有说是一定赢 也没有说是啊 一定合的啊 所以说 他这个规律啊 暂时还没有被完全发现啊 那么这儿我们看一下啊 如果上马会怎么样呢 就是围一将破你向啊 正常你要走向 这儿你希望围一踩 然后你飞向把我抓死啊 但是红方居点将啊 这样一个脱身的计划 你刚要吃啊 他现在马上一将 你跑掉了 这样的话 一旦一破向就要迎起 所以这个棋不能被破向 马四进三啊 对方就不好走了 这儿的话啊 他是走马四进二 那看着好像下了不要上马才具啊 他就平过来 如果你真正上马才具的不怕 他再平一步跟着就行了 因为你甩将的话 顶多他进来 挂掉一将出去啊 你就是吃个竹马 这个棋是完全可战的 那么对方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旧平四 这个棋有两个用意 一个是将军可以吃相 另外一个就要回马 助攻 平常聂铁文啊 他只看到了一个变化 没看到第二个变化 所以他认为你将军吃相 那我这个棋就要进来 那他为什么不飞向呢 其实飞向是好棋 但是他需要走一个过门 就是我先抓你一下 把你赶走之后 我再飞向 哪怕你再退回 我向一扔 这个棋你是没有棋的 但是临场的话 这个棋啊 他很难想到这样一个构思啊 那么这儿的话 他是啊 没有退居 他认为啊 如果我飞向 那对方一僵之后 有一个上马才具 一根之后过来 你不能吃马抽居 你进来想要老将吃 他点一将你下去 到这儿你还是不能吃马 所以的话 他可能看到这样一个棋啊 如果先飞向 白丢个像 也是等着输 他却忽略了这个棋啊 先抓马 再飞向 就可以守住了 谁让他进来 会怎么样呢 结果给了红方这个马 退回的机会 人家跳马一将 你出去啊 这巨往中间一卡 做华星 下一步马金八啊 绝啥 下一步杀棋 你看都看不住 所以他第一感觉要解杀 怎么解呢 点将 对方上去 然后呢 这个棋啊 想甩过来去看 但是的话 你就算看住 他硬将 你弃居砍马 那结局也是输呀 这儿固件少个足啊 如果多一个足 双足双向 或许可以守住 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黑方也然是不好下的 他只好出去 红方到这儿的话 强行放中居 也可以啊 因为你视角守不住嘛 你只能往这儿走嘛 他现在这个棋啊 如果回马 他可以砍 人一上马 将来你还是要棋局砍马 这个棋啊 红方是必胜的 临场许云川呀 也是简明了一将 把对方向破了 到这儿的话 可以合适 不战而群之兵 这个棋给敌方留作面子 没有把对方拘持掉 然后就告诉你 你下一破 你肯定也得输 叶田文也心里的神会 直接认输了 那这盘棋啊 许云川获胜 到这儿了 好